OK了,它又可以恢復正常了 所以這一招的話還蠻好用的 其他的話就數量再把它加一下 底下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小計的話就是單價乘以數量 兩個相乘 然後如果是空的 如果什麼是空的?F7是空的 那它也是空的 上面這個總計的話 就是把這個範圍把它加總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這個消貨總額就是sum 哪一個範圍呢? 就是這個範圍幫我把它sum起來 全部加總起來 打個勾 這樣的話就可以加總了 不過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我希望怎麼樣 除了白色以外 因為這些是使用者可以去輸入的 除了白色區域以外 全部都要保護 而且要把公式也全部保護的話 還記得吧 我們前面好像做過 一把全部的範圍全選按右鍵 除了格式怎麼樣 保護部分有沒有 先確定一件事 先這個邏輯應該怎麼樣 我想一下 應該是我們只能夠讓全部保護 但是那個部分不保護 哪些部分呢? 就是白色的 總共幾個區塊 使用者可以填的 這個一定要可以填 有沒有? 這個可以填 單號的話呢 因為還要再更新 所以要保留 白色區域 所以這幾塊範圍怎麼樣 是不保護的 其他範圍是要保護 所以這個邏輯剛好跟之前的顛倒 有沒有? 之前是那個有一題什麼 教師研習統計表 所以呢我們是怎麼樣 全部都保護 全部都隱藏 有沒有? 這個範圍剛好顛倒 全部都要 只有 按確定喔 只有這個區塊 跟這個區塊 按砍授鍵 白色區域 是不保護的 不保護的話 就把打勾取消 OK 所以剛好跟之前那個是顛倒過來 所以這個邏輯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 然後呢 再到 教育裡面的保護工作表 那我輸入密碼 我輸入1234 這個可能比較好記 好 這樣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喔 這個 這個 只要是我們剛剛保護的部分 全部都顯示 那這個是沒保護的 所以我試一下 這個下拉 這個會出現 這個下拉 這個可以變動 你有些人不能說 把全部都保護起來 保護起來其他